接著我們要來看的是原柱體 那各位也會發現我們 Photoshop 3D其實並不是只單純的就只能變3D 你看我們這個 有沒有凹凸的 對不對 還可以刻圖案 那跟 真正的3D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利用這個原柱體呢 來讓大家看到Photoshop 3D他也可以有所謂的凹凸 這樣的一個材質的設定 所以你把我們的範例檔先打開 打開之後呢你可以看到在這裡 到圖層 這裡 這裡點開 你可以看到我們在這邊 這裡有 已經做好的 那各位呢如果你需要像我這個水泥的應該沒有問題但是呢 你需要那隻龍的話 你網路上可不可以找到龍的筆刷 Photoshop的 那種筆刷其實蠻多的 我筆刷是到這裡找的 在這裡 其實我還蠻喜歡用Photoshop筆刷 因為Photoshop筆刷 其實可以做蠻多的 你看這個 Dragon的 所以你只要點一下就進去了 還蠻方便的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 你在 這個網站裡面也可以找到很多 那我們現在呢已經幫大家準備好了這兩個之後呢 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們在這裡 你看 這個地方 我一樣這兩個 因為我要合在一起嘛 雖然我是不同的圖層 我可以把它合在一起 一起變成圓柱體 他就幫我把它彎 彎起來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個地方看到 我現在呢找到這兩張 一樣按Shift 選好了 回到我的3D塗層 3D面板 那我告訴他我想要變圓柱體 他就幫我包起來 建立 好建立好了 龍不見了有沒有 不是不見 因為他躲在後面 來你可以找一下 旋轉一下 有沒有感覺躲在後面 對不對 這個地方呢你的燈光方向 當然你可以先做調整 所以我在這邊 無限光你可以調整一下 麻煩你幫我怎麼樣 轉個角度 看看 哪一邊才看得到他 對不對 像這樣子 你就可以 把你的燈光先稍微調亮一點 先確認一下 你們家的龍找得到 那當然 這個材質因為他不夠高 不夠大 我們等一下也可以做調整 你可以做調整 所以呢我現在 先到這邊你看圓柱體的 有沒有 他如果是內建的 內建的這個模型 會跟我們之前的那個 在下面這邊有點不一樣 我們如果是標準的變成3D模型 他就是五個嘛 有沒有前膨脹材質 斜角材質 突出材質 後膨脹跟後 斜角 那因為他是 內建的模型 所以你看 圓柱體的材質就是我們剛剛 你看頂端跟底部 因為我們圓柱是不是有一個頂端 這邊有個底部 所以他就獨立設置 所以我們剛剛的其實就是這個 就這個 那如果你要編輯這個材質 其實你可以點到 圓柱體的材質 我們就可以到上面這台囉 這邊我就直接編輯文理就好了 按下去 有沒有就看到了 對不對 我們的原本的兩個塗層還在這裡喔 有沒有注意到 對不對 還是分開的 雖然我剛剛從 塗層那邊 是直接把他 兩個選起來 放進去 但是他 並不會自動幫你把他 變成 同一張 你在編輯他的時候 他還是分開的 所以如果你覺得 這個圖不夠大 沒關係 我點到這裡 各位縮放你會嗎 對不對 我就在這裡 把他放大 放大放大放大 放大 這樣子待會那個 水泥就會填滿整個圓柱 那麼龍也是一樣 你今天 在這裡 我可以放大 我也可以調整他的位置 看你要放在哪裡 那待會過去 他就會怎麼樣 就會改變 所以我在這邊做好了 各位我們還是看一下 你應該可以發現 上次有講過 這裡是叫PSB BIG 所以你如果編輯完的 我把它儲存起來 你看這裡有沒有撐開 是不是撐開了 那你龍的位置 他已經有改變了 這樣了不了解 所以這個也是很不一樣的方式 我們把他選起來之後 你把他轉換成3D模型 那你在編輯他的材質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進去 進去他裡面 這樣子就可以看到 但是我們現在這裡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你現在所做的 他本身 你會發現雖然有立體 可是並沒有凹凸 對吧 沒有凹凸 要怎麼辦 因為 我們一般的3D模型 其實都會有所謂的凹凸 那我就可以找到 這個地方 找到這個地方 就是他的 所謂的那個 樓膨的材質 你看 我們的 內容面板 因為他跟真正的3D一樣 在我們內容面板 你點到你要設定的 圓柱 這個材質的時候 有沒有他有 比較亮的 還會不會反射的 要不要比較粗糙一點 要不要凹凸的效果 我們都可以設定 那麼 我們 可以清楚知道 水泥的表面 是不是有點 就是 孔洞嘛 對不對 會有一些孔隙 所以呢 你可以把他的 粗糙度 你可以調高 但是粗糙度 通常沒有差很多啦 會有差一點點 但是可能沒有差很多 你可以搭配你的凹凸 也可以 你看我把凹凸 拉高一點 再拉高一點 這樣如果 你覺得還看不太出來 我可以把材質 直接指定給他 你看我們右手邊這裡 在這個地方 凹凸的後面是否這個 你就跟他講 我想要怎麼樣 就是用現在這個紋理 因為凹凸不見到跟你 目前的圖案一樣 可是如果你想跟他一樣的 你可以告訴他 我就算用這個 有沒有 在這個三角形按一下 按下去 我們來看看 有沒有感覺有凹凸的效果 這樣了解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地方 這裡 直接告訴他你要用什麼材質 那如果你設定的不一樣也可以啊 我也可以編輯他 你給他不一樣材質 他就不一樣凹凸的效果 那這個呢 你就會看得比較明顯 數值越右邊 他的凹凸程度會越明顯 那數值越左邊 自然凹凸就沒有那麼明顯 這樣了解 所以這個是一個 蠻有意思的 因為跟真正的3D 是一樣的 所以 從我們這個圓柱 這個圓柱 就是要給各位了解一下 其實我們的Photoshop 也可以做到真正的3D 那 各位要稍微留意一下 這裡我有補充 就是 Photoshop 2020以後 我們現在的叫凹凸嘛 等到新版本他把它改成叫高度了 就是這個地方 原本叫凹凸 現在叫高度 就 有一些名詞上的改變 但是使用方法是一樣的 OK 這個 也給大家練習看看囉 你自己可以嘗試看看 這樣就比較像真的 3D模型 Photoshop 2020以後 在這裏 當說明 我們有的 準備好 我們有的 我們好